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看了都非常羡慕清宫的妃子 那历史上的妃子是不是生活真有这么好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古代的后宫各种各样的制度也算是非常森严的 基本上后宫的嫔妃平时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也不用工作 也是靠着自己的地位来领工资 等级不同吃穿用度都不一样 像等级高的皇后和等级低的妃子有非常大的差别 据实在皇后一天荤菜有25斤粗肉 一盘羊肉 一只鸡 一只鸭 主食内有一升八核心精米 一升五核高粒姜米 七斤多白面 蔬菜类有豌豆等等 可以说相当丰富了 皇后的伙食可不光光是主食多 种类多 而且分量也是非常大的 但是并不是都是皇后娘的吃 因为伺候皇后的宫女和太监还是非常多的 大约有二十多人 这样分下来 皇后也剩不了多小说辞之外 还有贵妃的 除了分配猪肉 还会再分配一些好的蔬菜以及水果 如果是等级最末的答应 那就只有猪肉还有陈米 人的鸡蛋也吃不上也没有 其实日子过的并不比宫爱轻松 看来宫里的日子也没有我们想象中但那样好 对此 你是如何看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